这个饼可够差的 很干 非常干 好硬啊 一点弹性都没了 还是硬质壳 还是牛皮质 服务员 我得跟他说说 咱家这鸭饼就是这么硬吗 就跟牛皮质似的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来到了小屯 现在有点晚了 过程非常曲折 带您看一家富天下烤鸭店 然后看见后边的牌子 富天下烤鸭走进联合国 这是真的在联合国做过 富天下的老板 当年是北京一个很有名的厨子 也拿过很多比赛的大奖 然后还代表咱们中国 去联合国做过饭 然后带去的就是他自己的 薄荷烤鸭 走进联合国的薄荷烤鸭 进去咱们的烤鸭之旅 这是先点的巧拌西葫芦 倒这个麻酱 是这铁牌子也有 西葫芦丝 然后虾仁 麻酱 麻酱里头还有鸡 这铁牌子也有点烤鸭 尝一尝吧 尝一尝吧 这是个凉菜 哦 真是饿了 就是流口水 这铁牌子也有点烤鸭 麻酱的香味加上鲜牧的香味 但是你看这虾仁可够坑的 那它都是把一个虾仁片成两片的 但是整体味道很好 而且这种葫芦丝脆嫩的口感吃的真的不错 这叫法界大虾球 我的虾个个不行 这是他们家必吃的菜 闻上去就是沙拉酱的味道 也是芥末酱 就是一个很大的虾仁 外面裹着面壳 然后上面是蜂蜜芥末酱 这个吃起来很爽 但是感觉这虾不太热 这叫沙锅扇贝肉 七至八 我觉得这个好吃 这个鲜味很浓 而且它一个扇贝有两个口感 中间那个扇贝肉很嫩 然后但是它裙边是焦香 就裙边嚼起来特别香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扇贝肉 而且我觉得这扇贝肉真的不少 没有那么辣 好吃 过后烤鸭 先尝尝鸭皮 厚度没问题 尝尝联合国大使在那边吃什么 好吃 就它这个 它这个鸭皮 整个吃起来是酥软的 就不是纯酥 它飘到嘴里有非常软 就入口气饭那种感觉 而且鸭油 非常香 这个鸭油是纯纯的香味 非常香 哇塞 整个看起来 它这个鸭子的质量 就看这块鸭皮 也觉得鸭子质量很高 哇 没有蒜 差评 然后你看这个 专门上了一盆新鲜的薄荷叶 然后说主要为了解腻嘛 但是这个鸭饼真的是好硬啊 我得跟它说说 服务员 咱家这鸭饼就是这么硬吗 就跟牛皮纸似的 我真的 我觉得咱家鸭饼硬的有点过问了 你知道吗 就上面这个 就我不知道是底下那什么 还是说就上面这个有点问题 但是真的 哎 这会软了 但我这个硬的跟牛皮纸似似的 不议是第一张对不对 第一张不议的有点硬 行吧 行吧 没事 没事 就是因为它都是批量出来的饼 所以第一个有点硬 但下边的应该都是软的 尝一尝 看着还是很爽 嗯 是吧 哎 饼的鸭鸭鸭没有问题 就是第一个有点干 然后啊 整个这个烤鸭 配上薄荷的香气 因为这次薄荷量比较大 而且可能它这是薄荷品种比较好 所以吃起来整个清凉的口感非常明显 而且真的能解腻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挺好的 而且吃完以后 整个嘴里的全是薄荷的清香味 我觉得还真挺好的 只不就是它这一份小料里 甜品酱给的有点少 就怎么叫好吃 好吃就是你还想这么吃 薄荷的香气非常浓郁 真的好吃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 一共点了四个菜花了438 可惜不是会员 要不然它是会员福利还挺多的 不但菜便宜 然后还有免费的自助小吃啥 可惜我们不是 然后总评一下 就是这个189一套的薄荷烤鸭 我觉得在我们目前吃过的这100元档里头 就算是超级厉害的这种 我觉得如果说这只烤鸭是389的 我都能接受 不说鸭饼 就说它本身烤鸭的质量真的是很好 难怪是带到联合国的 而且我觉得加上薄荷这种清爽的口感 也确实更容易让外国人接受 就不像我们平时那些烤鸭吃起来味道很浓重 吃起来就是满嘴的都是油香味 然后这个烤鸭吃完满嘴都是薄荷的清香 所以这个吃起来真的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尝一尝那种薄荷烤鸭也真的不错 然后其他三个菜 挑拌西葫芦 法界大虾球 砂锅 扇杯肉 我觉得就是个标准水平 就是真的也算好吃 但是没有多经验 但是这几个菜吧 就感觉性价比也很高 像那个什么法界大虾球 这一共有十个虾 整个的大虾塞到嘴里头 非常充实 所以吃起来很爽 但是味道稍微有点瑕疵 就是它的辛辣味我觉得过重 然后本身其他的味道有点尝不太出来 砂锅扇杯肉我觉得真值79块钱 这一盘扇杯吃的不是爽 而且它一个扇杯真的是良重口感 扇杯柱软嫩 裙边焦香这个也不错 然后搅拌西葫芦这个我觉得也还行 但是不如碗瓶礼记的那个好吃 它这个辛辣味太重了 吃了点甜了 我觉得如果稍微改善一下 应该都不错 反正感觉400多块钱吃的应该还是很爽 特别是烤鸭而且还大包了 一堆东西 然后我还额外买了两个鸭架 回家炒鸭架来 如果你想知道炒鸭架怎么吃 请看我的第一期视频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餐店 北京餐店哪家强 家境皮特汉许太阳 拜拜 拜拜 作曲 李宗盛